今天早上拉的这些网收获一般般吧 好在大网拉上来了一些大货 有几条的这个黑毛鱼啊 跟墨鱼 还有一个大墨斗也是要三四斤啊 运气还算是可以的 但是小网的收获就比较差 虽然说有一些剥皮鱼 但是总体移货比较少 相对昨天晚上的移货来说 今天早上的移货就少很多了 但是也是上了有几条这个小石帮 其中有一条海红帮上来 但是可惜我在开床没有拍到 现在不拍一下 然后又重新把网放了下去 准备今晚再拉一次就准备返航回去了 总体来说前面的两次鱼网收获算是还可以吧 合起来在一起收获还可以 看一下最后这个网怎么样 娱火多多 哈喽大家好我是拿导标哥 网从这个中午早上起网网放下去啊 中午时候就放网了 然后到现在的五点钟准备过去拉网了 因为今天的潮水比较早 说要早点去拉网 希望这次渔货多多吧 然后把机器启动一下就出发了 已经是下午的五点多了 还有很多的小怪艇在这边钓鱼 看来这个渔场的渔货应该不错 你在没有我的地方 在一起快乐吧 我数着八小时之差 忘了自己孤单多久了 与一座城市的天际都关心 要怎么让自己放得下 我数着八小时之差 忘了自己孤单多久了 羡慕和你同城的每个陌生人 而你会我生气我怕 好了网也就拉上来了 接下来就是渔货多多的时候了 立马就先上来一条小剥皮鱼 因为是先从小网拉起 所以应该小剥皮会多一些 多一些小剥皮 今晚拿几条煮面吃 想想都是挺美味的 流口水了 这一下子是连续的 来了好几条的这个小剥皮鱼 而且看起来这小剥皮也是挺大条的吧 但是突然这一段碗却是没啥疑惑上来啊 也是挺奇怪的 因为是把网放在小剥皮鱼经常出没的地方 所以小剥皮鱼应该会多一些 毕竟小剥皮在这些杂七杂八的鱼当中价格算是比较高的一种的了 而且还是真的小剥皮比较多而已啊 但是其他以后到目前为止还没上来 这也是挺奇怪的啊 现在是一直在上这个小剥皮 其他的以后基本是没有啊 我说他没有他就来了 是一条黑毛鱼 这条是斑飞啊还是挺大条的 应该要三斤左右吧 这条还活着的 已经能卖到一百来块钱 所以这条这样子能值个两三百块钱没问题了 这一条斑飞就要抵好多条这个小剥皮鱼了 是不是 这小剥皮也是没有断啊 还在一直的来 这样子其实收获也算是挺好的了 至少比早上的好吧 还来了一条大柠檬啊 这条柠檬就挺大条 第三条不一样的鱼货了 海里鱼 红式的啊 我们这边叫它红鱼啊 不过这个网好像总体鱼货也不多 来了一条黑毛啊 这条黑毛更大了 估计也是要三四斤吧 差不多 早说三斤应该是有的啊 而且小网都上了两条大货了 大网应该会比较多了 又是一条红鱼啊 这条红鱼倒是挺漂亮的 不过第一个网后半段这边倒是鱼货比较少 也就是小剥皮这些多一些而已了吧 然后第一个网也就拉网了 天市也是变黑了啊 第一个网拉网了 第一个网鱼货比较少吧 最后剥皮比较多 还有几条这个黑毛啊 黑毛学名叫做斑飞 还算是比较大条的 现在黑毛价格也是挺不错 总体来说鱼货是偏少吧 但是网比较短 而且 放网 而且没有日落才过去拉网 因为潮水问题啊 所以没办法 现在只能过去拉下一个网了 下一个网是大网啊 小网都拉到大祸了 大网应该挺不错的 少拉几条大黑毛应该有的吧 实在不行拉几条黑雕啊 针雕也行吧 大红帮就更好了 哎呀但是事与愿违啊 这边是拉了有十五片鱼网了 都一条鱼货都没有啊 连鱼货的影子都没看到啊 来了来了来了啊 先上一条大黑毛 应该也是要三斤左右啊 这样子大网的价值就马上体现出来了嘛 这一条也就能卖个三百来块钱 还算是挺不错 希望后面也来多几条这样的鱼货吧 即使没有大红帮 来多几条这种大黑毛也是挺不错的 黑雕啊黑雕 终于来了一条黑雕 这条挺大的吧 应该也是要两斤多三斤左右 黑雕就比较便宜啊 黑雕一斤也就四五十块钱啊 连续的来大货 大针雕来了一条 这条也是要三斤左右吧 针雕价格就好一点 一斤要达到六十几块钱啊 还不错 这条应该三斤多有的吧 这条就能卖个两百多块钱 也是可以的 但是大网始终是大网啊 拉了很久也是没有余货了 看来大网收获不好 网也是快拉网啊 才又上了一条黑雕啊 大网的收获还是比较少啊 两只手都能数得清 网也就拉网了 第二个网拉网了 第二个网是大网啊 鱼卧有不多 就上了几条大黑毛啊 还有大黑雕大针雕的 鱼卧总体还是比较少吧 差不多十几条鱼卧而已啊 特别是四大网 基本是空网啊 我不要紧啊 希望下面的网余货多一些 好了 现在过去拉最后一个网了 最后一个网这视频 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 也谢谢大家的观看啊 我是男的岛飙哥 喜欢我视频的 记得给我点点关注 看后面拉网的视频哦